U17越级面对U20 国枪面对前不久刚西败的格鲁加 终于逆风翻盘 不管是击败欧洲的队伍 还是下课上赢球 亦或是逆风翻盘 这样的字眼 对于南篮国字号队伍来说 真的久违了 而这一次引领胜利的关键 在于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尽显自己天赋的 环斯南 215公分 必长2米30的环斯南 对于防守有着天生的嗅觉 在美国获得一众教练胜赞 而在面对格鲁加的比赛中 环斯南更是砍下15分8板一段五帽的表现 帮助球队79比75战胜对手 在格鲁加15比8领先后 看着外线投不开的U17 正常人一定认为 又是一场对面缩内线防守 中国队疯狂被打不进 然后被对面一直反击的比赛 然而张博元 冯玉博和环斯南站了出来 用突破制造犯规打开手感 并依靠环斯南恐怖的覆盖范围 压制对面阵地战进锅 最后一度领先14分 也压述了格鲁加最后疯狂的反扑 这场比赛 但凡环斯南上场时间没拉这么满 都会输小 一个防守类似文斑亚马的存在 对于阵地战的进攻是摧毁似的 一对一单防的对面内线走破 这方直接向对面上篮删出界外 或是扩住对防守后 及时收缩完成超级大帽 哪怕对面秀出梦幻脚步后投篮 直接斗头盖脸 一个大帽就发动快攻了 伸手如路样轻盈 捷抱一般矫健 不仅如此 让人惊喜的是 环斯南把失去已久的投篮包又捡了回来 有挡拆后的外弹冲头 有对抗后的勾射 当然少不了展示天赋的空歇灌篮 与空中接力 感慨的是能够看到一件连的影子了 难过的是原先纯操歌的技术 还是在美国练出来的 要是一直在国内打身体球 也许他就会成为神子结一样 挥霍天赋的典型 现在的环斯南是典型的美式中锋 快速复框吃饼 然而一旦开发出稳定的空间属性来 就能像着霍姆格伦柏金这样的独角兽进化 这还得看他在美国接下来的高三和大学训练 着实让人期待 可以看到 无论是何文伟还是冯玉伯 在进攻梳理和提攻火力上都不存在问题 冯玉伯作为191公分的高空位 还有中眼头更是惊喜 所以不得不说小勇还是牛的 当年优势期缺少的就是一个进攻稳定中轴 防守水准之上的强力四号位 环斯南的哥哥环斯丰 在协调性进攻完成度上比弟弟还要出色 具有2米08的身高和出色的速度 小勇哥就是看不上 毕竟环斯丰只是商欲付出 打了两个队就拿到了马里兰大学的offer而已 比起低位打不进速度还迟缓的琉璃可差多了 当然赢了肯定得夸 只是国内的训练啥时候能和国外接轨呢 张伯源冯玉伯这样的苗子 在老登小勇的麾下能有怎样的提升呢 不如期待期待 等小勇成为国家队主帅 面对一众天赋球员 他会把牌屡顺打好吗 他会把牌屡顺打好吗